我四岁的女儿长得不像我老公 然后公婆竟然背着我们 就去把孩子抱到医院里面去做检查了 但是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之后 吓坏了我公婆 对我更是晴天霹雳 可能大家觉得我说的好像有点夸张 可能不太相信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了 今天呀 我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女儿今年已经四岁了 长得非常可爱 非常聪明的一个小萝莉 从小我女儿的嘴巴就特别的甜 周围的邻居包括家里人都特别的喜欢她 尤其她笑起来的时候 眼睛弯弯的像月亮 因为我和她爸爸还要工作 我们便把她交给爷爷奶奶帮忙带 平时工作日接送孩子都是我公公婆婆 到了周末我们就会接过来 因为我和我老公是二婚 所以她怕我和婆婆有婆媳矛盾 便在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就搬了出来 我和老公是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 当时在场的人只有我和老公不会喝酒 所以我们俩就坐在旁边一起聊天 聊着聊着才知道老公有过一段婚姻 之前也是因为婆媳关系处理的不好 所以才导致婚姻失败 后来也是通过朋友的关系 我们一起经常出去玩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 我发现她人还是挺不错的 于是很快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后来我们俩就见了双方的父母 我爸妈其实很介意我老公是二婚 但他们就我一个女儿 自然是希望我过得好 那个时候老公也跟他们表态 说一定会好好照顾我 一定会给我幸福的 相处不到一年我们俩就结婚了 婚后搬出来住的时候 我公婆是死活都不答应 但又怕我这个新媳妇心里不舒服 便同意我们搬出来了 但要求就是让我们尽快生孩子 虽然刚开始我心里还有点不舒服 但慢慢的我发现公婆人其实还不错 也没有老公之前说的那么尖酸刻薄 唯一有一点不好的就是 婆婆总是催着我们要孩子 当时工作才刚稳定下来 我还不想那么早的生孩子 老公也说 这种事情要顺其自然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婚后的第二年 我就意外怀孕了 公婆知道后特别的高兴 怕我不愿意生 就说各种好话让我生下来 还说以后孩子他们带 我们只需要好好地工作 其他的事情不用操心 可就是因为这个孩子 我差点没命了 当时难产大出血 老公后来跟我说 他当时都急哭了 好想躺在里面生孩子的是他 不过还好 最后我和孩子都没有事 虽然生的是个女儿 但是全家人都特别疼他 当他是我们家里的小公主 可是女儿越长大 我就越觉得奇怪 这个孩子不管是长相还是脾气 跟老公一点也不像 也不像我 我心里虽然有不好的念头 但我不敢想那么多 直到有一天 公公过生日 请了好多家里的亲戚朋友 还有我小姑子 我们做了很多菜 十几个菜 满满一大桌子的 然后就开始准备吃饭了 我小姑子 当时也是在和我们家女儿玩 突然间就说了一句话 丫头现在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 越长越可爱了 真的是一点都不像你爸爸了 也不像你妈 虽然说这句话 是开玩笑的 但是当时真的是把我吓了一跳 然后我也留意到我公公的表情 好像有点不对劲 虽然当时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整个屋子里的气风 是非常尴尬的 为了缓解这种很尴尬的气风 我老公就开玩笑的说 长得不像我才好呢 那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想呢 都说生女儿长得像爹 生下来的时候 我心里想坏了 要是长得像我 以后长大就嫁不出去 没人取咋办 谁说不像他妈 你看他妈多爱笑 可是尽管他这么说 大家还是有意无意地看着女儿 又看看我 那眼神 好像是我做了对不起我家老公的事情 到了晚上 原本大家吃完饭 我收拾完就准备回家了 然后我婆婆就说 家里的亲戚好不容易聚齐 不容易 又加上天也晚了 我老公又喝酒了 就让我们住一晚上 第二天早晨 直接从家里去上班 后来我想了想 也确实是 毕竟太晚了 等回去的时候 我们都收拾完洗澡 都特别晚了 我就对公婆说 行吧 本来我女儿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跟她爷爷奶奶睡的 结果那天晚上 我公公就对我们家女儿说 今天晚上呀 去跟爸爸妈妈睡 其实 我本来觉得没什么 因为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女儿了 晚上可以和女儿一起睡 聊聊天 叙叙旧 但是当我半夜喝水 经过公婆门口的时候 我就听到公婆半夜了还没睡 两个人嘀嘀咕咕 不知道说什么呢 原本我是没有偷听人说话的习惯了 可后来又想到 今天我小姑子说的话 直觉让我觉得 这老两口肯定是在说这件事情 我便悄悄地走到门口 结果就听到我公公对我婆婆说 是不是有必要带我家丫头去检查一下 因为不止一个人说 孙女和儿子儿媳妇不像的 老两口生怕是我给老公戴女帽子了 虽然他们说得很小声 但是我还是听清楚了 当时我听到这番话之后 非常生气 我就把这件事情回屋给老公说了 我老公当时就急了 去公婆屋里说 孩子就是我的 你们要是不想带了 我就把孩子接回去 公婆一看 儿子反应那么大 心里也直犯嘀咕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我公婆还是去把孩子的头发 拿去鉴定中心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 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和我老公赶到的时候 我公公那个眼神 恨不得把我吃了一样 看着我就破口大骂 问我对得起他儿子吗 我当时就懵了 一把拿过鉴定报告 上面显示 孩子不是我老公的 可是我只和我老公一个男人 发生关系啊 当时我想着 既然都这样了 那就让孩子和我也鉴定一下 可是 鉴定结果再次显示 不是亲子关系 我顿时就慌了 不只是我 我公婆也一样 明明就是我冒着生命危险 生下的孩子 怎么能不是我亲生女儿呢 是不是医院给我们报错了 后来 我老公看我急得要报警 才告诉我们实话 孩子没有报错 也确实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是他兄弟的女儿 只是 他兄弟在五年前因为事故 去世了 那时候 他媳妇身上已经怀孕了 可是 他兄弟无父无母 如果连孩子也没有了 那就真的断后了 可没成想 最后生下来的是一对双胞胎 如果一个孩子 兄弟媳妇还能养活 可是两个 实在养不起啊 又加上那时候自己媳妇也在生孩子 其实自己的女儿在刚出生的时候 就因为缺养 去世了 他怕媳妇经受不住 便瞒着所有人收养了这个孩子 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作为孩子的母亲 我来说 我实在是难以接受 四年了 我一直认为孩子是亲生的 面对这样的晴天霹雳 我该怎么办 如果是你们 又会怎样 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